涉嫌在嘉义大浦生物科技园区的BOT开发案当中 收受厂商新台币3000万元贿赂的 这个嘉义县长张花冠 嘉义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 以贪污罪嫌将张花冠起诉 那么起诉苏内表示呢 张花冠在立委任内 涉嫌利用他的身份收受厂商3000万元的贿赂 在指示不知情的国会助理 以小额现金提领的方式 来规避金融机构的审核 检察官甚至向法院请求 对张花冠重重量刑 那么同案的被告立委 陈明文还有前金建会副主委张景森 则因为市政不足 获得检方不起诉的处分